打开世界医学新知大典 今天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国内有大学是研究出来了 一天只要吃像这样子的台湾红梨 1.5杯就能够有降低肝发炎指数的功效 不过就是这红梨 到底要怎么样煮才能够把它煮得美味又好吃呢 今天我们就要实际带你来找料理老师 走 老师 你今天要教我们做怎么样的红梨的料理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之前要做的是红梨米糕 那我用原糯米再加红梨饭 就这样1比1的比例 再加桂圆还有枸杞 一点点砂糖米酒 这样子拌匀 趁热的时候拌匀 我懂了 也就是把原本的没有味道的红梨 去把它加一点桂圆 让它有点甜味香味这样子 从大鼠实验中 研究人员推估出脱壳红梨 一天最多吃1.5杯米杯 带壳红梨则是一天三杯米杯为限 是国内首次找出标准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刚好 就是一个1.5杯的分量 这样差不多一杯 所以就是说我一天可能只要吃这样 再多一点点的红梨 我就能够有达到可能降低肝发炎指数 这样的功效了 它里面有像甜菜色素 或是一些分类化合物造素等等 那这些在抗氧化或是抗发炎 预防癌症可能都有一些潜力 有可能可以造成肝脏有保护的作用 不只抗发炎 红梨也有降低胆固醇和稳定情绪 改善睡眠或甚至预防帕金森市症的功效 新研究预计6月登上国内起餐 刚刚看完红梨糕 现在我们看到手上这个是红梨沙拉 就用电锅把红梨煮成饭 做一个水波蛋 随便什么一种青菜 就变成这样 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把红梨煮熟之后 用现有的食材就可以做出一个沙拉 对不对 好那再加上我们刚刚已经做出的这个红梨糕 其实像这样子 简单几样这样子变化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不同的红梨料理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世界医学心智大典 我们下次见